最离谱的十个赛场作弊 为了赢得比赛 直接骑着自行车参加马拉松 甚至自己打自己 假装受伤倒地 而第一名的作弊行为 全世界闻名 不仅送走了一位世界巨星 还给自己带来了一个世界冠军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这些赛场的离谱作弊手段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骑自行车参加马拉松 你听过马拉松比赛 有骑自行车的吗 而这离谱的一幕 就发生在2019年温哥华的半马比赛中 当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运动员 第二个冲过终点时 所有人都对她抱以热烈的掌声 但很快裁判们就发现了问题 当第三 第四名运动员到达后 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质疑 他们表示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根本没有见过第二名运动员的身影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难道她是从天而降的不成 还别说 你真猜对了 她就是骑着自行车 从天而降的 一开始 她并不承认自己作弊 不巧的是 她骑自行车的萨爽英姿 刚好被一名组委会成员看个证证 让她不得不承认作弊的事实 原来赛城刚刚过半 她就骑上心爱的自行车 一路飞驰 而且为了躲避别人 她还抄了劲道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没看到她的原因 更离谱的是 她居然是个惯犯 已经不止一次在比赛中作弊 最终 她的恶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被取消了马拉松参赛资格 而她也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不过比起上面的单打独斗 下面的这个作弊行为 则是团队骑上阵 本来是自行车比赛 却被团队用汽车送到了领先的位置 自行车比赛中一旦摔倒就很难再追上前面的队伍 可著名车手尼巴利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赶超了选手 在2015年的环西班牙自行车赛中 车手尼巴利在一次事故中被撞得摔倒在地 而这在分秒必争的自行车赛中 等于是被淘汰出局了 可神奇的是 仅仅过去几分钟 她不仅追了上来 还遥遥领先其他选手 她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在这瓶饮料上 原来就在她摔倒后不久 团队的保障车就突然靠了上来 向她递去了一瓶饮料 可尼巴利摸到饮料后 却迟迟不愿撒手 就这样被保障车拖行了很长一段距离 而这种行为有个专业术语叫做沾瓶 一般是指 骑手找团队车辆取饮料时 车内的人会多握几秒钟的瓶子 有效地拖着骑手前进给他们助力 但自以为聪明的尼巴利 却没有躲过摄像头的捕捉 不仅被罚款200欧元 最终还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而这对于一心想要夺冠的尼巴利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第八名 放弃的橄榄球 在美国橄榄球联赛中 有一个规定 就是比赛时 可以自带橄榄球 以便让球员有更熟悉的手感 但就是这个人性化的规定 却被有些人钻了空子 在2015年的冠军赛中 爱国者队以45比7的比分 赢得了比赛 就在他们疯狂庆祝时 对手却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发现爱国者队使用的橄榄球异常扁平 甚至在用力挤压之下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于是要求裁判进行检查 结果检查数据让人大跌眼镜 爱国者队的橄榄球 不仅弃压低于一般标准 而且还不止一个 带来的12个球中有11个泄了气 其中一个甚至比标准的 轻了整整两磅的压力 但让裁判疑惑的是 这些球明明提前检查过 为什么还会出问题呢 原来在裁判检查过后 在球员布雷迪的指挥下 工作人员偷偷放了气 而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接住球 事实也证明 效果很显著 最终 爱国队者被罚款100万美元 球员布雷迪被停赛四场 虽然他们一再上诉 但都被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也算是给对手出了口气 第七名 推倒水平 在比赛场上 你绝想不到 有时为了获胜 运动员能做出多么可恶的行为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 马拉松项目决赛上 就爆出令人愤怒的一幕 就在选手进入补给站 准备补充水分之时 跑在前面的法国选手 莫哈德 安杜尼 却伸出了罪恶之手 将桌上一整排水瓶全部打翻 并无耻地取走了最后一瓶水 这摆明就是让所有人没水喝 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 要知道 当时的比赛气温达到了27摄氏度 106名选手中 就有30人因天气原因退赛 而在补给点打翻一整排水瓶 就意味着 断了后面选手的后路 极有可能让他们因为缺水而退赛 显然 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可即使如此 他也没有获得冠军 最终落后金牌获得者 近6分钟的时间 只获得了第17名 但这并不妨碍 大家对他铺天盖地的谴责 事后 他发表了道歉声明 表示自己并非有意为之 但对于他的回应 很多人并不买账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他在抓取前几瓶水的时候 手掌是完全张开的 根本没有正常抓取物品的开合动作 这进一步做死了他的动机 虽然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并未对他做出惩罚 但相信观众的口诛笔伐 已经让他感受到了作弊的代价 第六名 修改鞋子 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 从装备上下手 往往是运动员不错的选择 视频中的这位女运动员 名叫Bianca Somming 是一位来自瑞典的田径运动员 小有名气 但在一次比赛结束后 有人却发现 他的鞋子似乎有猫腻 从事后公布的照片能够看出 他的运动鞋鞋底 和一般的鞋子有所区别 应该是被刻意修改过 不过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组委会未下定论 只好不了了之 无独有偶 Nike也曾为不少马拉松运动员 设计过一款小粉鞋 帮助他们打破世界纪录 但最终被国际田林禁用 原来Nike的设计师 在这双鞋的设计上 耍了一个小聪明 采用厚底加上碳板的方式 让运动员获得额外的助力 而最出名的鞋子作弊 当属东京奥运会男子 400米兰的决赛上 金牌得主和银牌得主 都被爆出鞋子存在问题 他们都穿了被称为 超级鞋的一种高科技钉子鞋 主体材料都是碳纤维版 而且还加装了气垫层 跑起来就像在蹦床上一样 修改鞋子看似人畜无害 不像传统作弊方式那样引人注目 但是这样的高科技 对于其他运动员来说是 显然是不公平的 违背了体育竞技的公平精神 第五名观众席的闪光灯 每封精彩比赛 现场不光有举着相机的记者 还有举着手机的观众 都希望在比赛中留下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一个小小的相机 有时却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一场 四分之一决赛中 双方实力相仿 竞争非常激烈 前两盘战成平局 在决胜局比分也依然咬得很紧 可在一个关键球中 印尼选手正准备上前接球 却被对面观众席的闪光灯 晃了眼睛 导致一个没有难度的球失手落网 而正是这样失误 让对手直接获得了胜利 虽然印尼选手随即向裁判表示 有闪光灯干扰 但是裁判却不予理睬 最后不得不接受失败的事实 当然一定有人会说 这不过是意外 可是经常看比赛的朋友都知道 像羽毛球 乒乓球等室内比赛 是不允许开闪光灯的 而且还会有语音提示 能够到现场看比赛的人 显然是很熟悉这种规矩的 而偏偏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按下了快门 这种巧合不得不叫人怀疑 也许这是球迷自发行为 但也保不歧视某种安排和布置 但不管是哪一种 对于印尼选手 都是不公平的作弊行为 第四名 自己打自己 在足球赛场上 假摔似乎成了一种必备技能 关键时刻拿出来 很可能会发挥奇笑 但假摔是很考验演技的 有时摔不好 会让人捧腹大笑的 在2011年 南美游20世界杯预选赛 智力对决厄瓜多尔的比赛中 就上演了一出 自己打自己的滑稽戏码 关键时还成功了 当时智力队一直处于落后局面 就在比赛还剩下不到14分钟时 智力队后卫卡拉斯科 在防守对方球员时 突然拿起对方的手臂 打在了自己脸上 紧接着又来了跳水动作 华丽地摔在了草地上 翻滚了几圈 这奇怪的一幕 吸引了裁判的注意 也最终欺骗了裁判 判给了智力队一个位置 极佳的任意球 不过 骗来的终究是不正义的 这个任意球并未罚见 智力队也最终输掉了比赛 但最惨的不是球队 而是卡拉斯科本人 虽然裁判没看见他的表演 现场摄像机却记录下了一切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 全世界都在看他的精彩演出 他也因此名声大噪 不过相信 他并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出名 但这又怪到了谁呢 第三名 鞋子祖宫 篮球比赛 往往有着激烈的身体对抗 球员在比赛中 吊鞋现象屡见不鲜 但你见过拿着鞋子防守 并且用鞋子盖帽的吗 在NBA的一场常规赛中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当时进攻球员吉布森 在接到队友传球后 完成了一个精彩的上篮得分 当然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退回自己半场的 吉布森手里居然拿了一只球鞋 鞋是谁的 答案是他自己的 原来在刚才的进攻中 吉布森的球鞋不小心被人踩掉了 但眼看着对方开始了快攻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球员 显然不会慢慢穿鞋 让球队面对四打五的不利局面 于是他拿上自己的球鞋 就加入了防守队型 更夸张的是 在对手准备突破上篮时 他居然试图用篮球鞋 做出一次封盖 虽然最终吉布森并没有成功封盖 但也不排除篮球鞋 以及其从内散发的味道 起到了干扰的作用 虽然吉布森的精神可嘉 但这种行为明显已经违背了篮球规则 面临处罚 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名 实力大减的比赛 在一场备受关注的比赛中 双方却互相谦让起来 不是你失误 就是我失误 都恨不得将胜利拱手相让 这是为什么呢 在2012伦敦奥运会 羽毛球女双小组赛最后一轮中 被视作夺冠热门的一队大陆选手 居然0比2不敌韩国组合 吃到一场意外的败仗 更让人惊奇的是 在比赛结束后 取胜的韩国组合一脸苦笑 而大陆组合却显得异常轻松 原来一切的反常表现 都是因为在之前的比赛中 另一对实力强劲的大陆选手 意外的排名小组第二 按照规则 这场比赛谁赢了 就要面对他们 于是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开始了卖力的表演 接不到球 跑不动到 甚至连发球都能出界 最终大陆选手技高一筹 成功输掉了比赛 不过 两支队伍也都因为消极比赛 被国际雨联给予了重罚 没有一颗争胜的心 即使侥幸赢得了一时 绝不可能走得更远 比起上面自费武功的比赛 下面这个作弊场面 可谓是举世闻名 因为这个作弊 不仅送走了一位世界巨星 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世界冠军 第一名 精神攻击 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 全世界瞩目 那场比赛 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 也成了足球史上最具争议的画面之一 比赛的高潮出现在第110分钟 当时法国队队长奇达内 突然用头撞向意大利后卫 马特拉奇 被撞之后 马特拉奇痛苦地在地上翻来翻去 虽然有表演的成分 但用头撞人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幕不仅震惊了所有人 也让法国队最终失去了冠军 到底是什么 让一向绅士的奇达内 失去了理智呢 通过录像可以看到 在这个头锤发生前 马特拉奇一直跟着奇达内 而且口中念念有词 事后 他本人也承认 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所有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话一定非常刺耳 甚至触碰到了奇达内的底线 这才使得奇达内失控 在赛场之上 马特拉奇就像一位 擅长精神攻击的无视 一直在默默地输出攻击 最终控制了奇达内 上演了惊天一状 虽说这种精神攻击很拙劣 但不得不承认很有效 毕竟 这个精神攻击 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冠军 可谓是功不可没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让你对作弊手段的认识 又提高了呢 那你还知道 其他高明的赛场作弊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